主料,牛肉馅250克,猪肉馅250克,洋葱1个,面包汤100克,鸡蛋2个,黄油30克,辅量,盐,生抽,黑胡椒,肉扣粉,火酱,大奶油,牛奶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,把牛肉馅和猪肉馅放入碗中,洋葱切末,准备好其他要用的食物。 食材和配料,把切好的洋葱末放到肉馅中,加入适量盐,黑胡椒粉和少许肉扣粉,倒入适量生抽调味,放入鸡蛋,倒入面包汤,准备调肉馅,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,直至搅拌均匀,肉馅包团伸进即可,戴上一次性手套,取少量肉馅,从骨口处挤出圆形肉丸,用勺子取下放入碗中, 依次做成大小均匀的肉丸,平底锅中放入小块黄油,在黄油融化后,把肉丸放入锅中小火煎炖,要不断反火生完,使鸡菌与受热定型,直到表皮颜色变身坚熟即可,可一次多做一些,在冷却后冷冻保存。 食用前将肉丸深圆放入烤盘中,200度预热烤箱,175度烤至10分钟左右,淋上酱汁和喜欢的果酱皮可,烹饪技巧。 这个肉丸是牛肉和猪肉混合的肉馅,不吃猪肉第一,可选择全牛肉制作。 挤肉丸和节制定型,可同时操作,洗好的肉丸直接放入煎锅加热,但一定要注意小火,轻发面,同时操作的过程适合有经验的同学。 不要手忙脚乱哦,肉丸搭配的果酱,也完全是自查自销自家制作的,喜欢可以尝看果酱的制作方法。 另外,酱汁完全不走寻常路,没想到口味还是不错的,芝麻酱,加适量盐过和鲜奶油交配即可。 上面说的食材和配料的量,我做了30个左右的肉丸,可参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